二十岁的黄紫毅 周一到周五是大学生 周末假日是街头艺员 听到掌声的时候 你就会尽全力把你想要表演的 把它表演出来 他最喜欢的表演项目是水晶球 他有个美容就是可以让你 排出所有的烦恼 靠着街头表演 他自己付了学费和生活费 都已经十八岁了 你还渴望家里要给你什么 棒 算你厉害 因为赚钱不容易 鞋子破了都舍不得丢 叫我要从里面去把它补一下 那同学会说 你家真的很穷吗 热爱表演的他 希望大家改变对街头艺人的印象 你就是觉得说 你就是在街头那边祈祷 不会有人会认为说 你也是在街头做一本艺术 不过家人很担心他的学校课业 可不可以把学业再加强一下 他要如何在课业和表演上 取得平衡呢 神秘嘉宾的到访 又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冲击呢 周五晚上九点 我爱水晶球 就在公式频道 谁来晚餐